怎么去做输出 当我们都编辑确认 我们一看我们之前用预览的方式去看 看出来你的档案 效果大概都差不多之后 你就可以利用输出档案 选到这里 第二个页线输出档案 然后输出档案 一般我们就会有所谓的这里 我们介绍一下这里有几个页线 标准的2D 就是我们现在2D就是前面的 前面的影像 或者是3D 因为我们没有3D 所以他会告诉你 你是没办法输出3D的 那3D其实有分两种不同的做法 不过这我们下次有时间再介绍 那他有些是需要透过3D眼镜去看 那有些是你的3D电视 不一样 所以你不用 你是裸式就可以看到3D 跟你要戴眼镜可以看到3D 那个的输出跟选择的档案格式方式不一样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要 你是要用汇到什么的 因为他其实 以现在的那个软体他很聪明 他用使用者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的使用者他可能不见得知道 我要去选哪一个格式 可是我确实知道 我这是要放在哪里去播 对对 我这档案你这样 你这样档案做出来 我就是要去哪里播 我要再给iPhone播 iPhone或iPad播 那他存出来就是什么 标准的MPEG4是MOV的格式 所以他可能就直接帮你转的MOV 或者是MP4 因为iPhone跟iPad他可以去选MP4的格式 所以他会把你怎样 自己转成MP4的格式 都是MP4的格式 好 那 那如果说我不是要用iPhone 我可能用Sony的 Sony就不一样 他也像MP4 可是他是PS4的格式 PSP 他可以根据你不同的device 所以这就是好像上次有同学说 我叔叔要选哪个格式最好的 要选哪个格式 其实没有一个最好的 只是要选出一个最适当的 就是你编完之后你要在哪里去播出 你要在手机上看 像我们 好 我们就要在手机上看 对不对 好 那我就点手机 这是手机 手机有不同的格式 这是黑玫机 那有Google的 Italgy的 Nodiac 不同的Sony的 或者是Windows手机 他可以吃的格式可能就不一样 那Windows手机也有分不同的格式 像我们可能Sony的 还有不同的型号 那不同的型号 那其实为什么他有不同的型号 因为你的手机有萤幕大小 萤幕大小不一样的时候 他就其实当你决定好 你需要输出的格式的解析度大小 那你就很方便的确定说 我这个是要给什么的 或是你自己的手机看 好 当如果你都不确定的时候 没关系 我们就不是 另外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线上 这里还有很多 还有所谓的高画质的HDD 或者是HDD 或者是DV 或者是DV DV 不一样 这DV是一般D6或D8的那种 传统式的 时代式的 那这种是HDD HDD 它是焦画质的那个 数位摄像 数位录影 那不一样 这两个格式会是不一样的 再来 如果说你是直接要发布到YouTube 像 刚 阿龙哥问到说 欸 假设我要丢到哪里 Facebook YouTube 或者是这个 DailyMotion Nino 这都是线上的一些影音部落格 或者是影音平台 或者是YouCOO YouCOO是大陆的 优酷 优酷 或者是日本的 你都可以点选 那它其实 假设YouTube 对不对 它会告诉你 你要选的标题是什么 你的画质的格式要什么 好 因为这个已经支援到4K了 那我们大概可以选择你适当的一个画质 这时候你就要自己去调整格式 如果你不调整 它用预设的是最小的 然后呢 它问你要不要公开 要不要直接上传上去 就有很多种方式 然后它这边直接帮你定类别 那时候你转完之后 它就直接帮你上传到1K 比如说它有很多种模式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那如果说 回到最前面 我也不知道我 之后要做什么用 我只想说 转出来之后 就做一个影片 好 那我们一样 我们就可以选2D 就是AVI AVI或MPEG-2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AVI跟MPEG-2的差異 就是AVI 它 比较 它是高画质 可是它只能有一个音滚 这是它的一个限制 它通知只有一个音滚 它就是你多音滚 或者是 所以我们看AVI的档案 都要另外去加入那个音滚 或者是像你选语言 它是套用不同的语言上来 或者是说你要加字幕 等等 它是3D音滚 3D字幕 它没有那么好用 那一般你可以选择MPEG-2 MPEG-2的话就是DVD的格式 那第一个是 它其实它有支援到1920X10807 它只是MPEG-2 那如果你要小一点的话 可以利用H.264到MPEG-4 MPEG-4 这很复杂 这很复杂 我本来有找一个网站 大家可以看 那其实 如果你不选的话 你这个可以自己去转转看 这两个的差异 像我们刚机用谢大哥一样 用这个2分17秒的这个影片 1分37秒的演练 我们把它转成 H.264 已经是高压缩了 我知道 因为刚才有写的M2TS 这个是CV M2TS是CV摄影机在拍的一个高画质的一个录影格式 那如果说你把它选择另外一个MPEG-4 它的效果又不一样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H.264 MP4 一样 我们选择680 x 480 因为原来的影像 它大概只有800 400多乘800多 它的影像像我不是很大 那选择我们选择台湾NTSC的格式 然后这里就可以不用理它 然后再来就是这里选择一个位置 我要儲存到哪里去 假设我把它儲存到媒体会的视讯这里来 好了 好 那我就按存档 那它等一下就会用 你可能要取一个档名 假设我们这个是第五课的链子 我们就取CH 那如果你自己做的影片 你可能会有一个名称 你就取一个档案名称 然后就按存档 好 好大概都差不多了 选择好的档案格式 然后档案的解析度 它的品质等等 然后选择它要输到哪里去 好如果没有问题的时候 你要不要 输入的时候顺便预览 其实如果顺便预览 那这个检查有没有坏掉 那速度可能会慢一点点 如果不选择预览的话速度会快一点点 好 那你就按开始 好 然后它就去做 输入的动作 大概输入的动作 它会告诉你剩多少时间 可用时间 就是说以同样的格式 如果你要输出来的话 你的档案大小 就是你的磁碟空间 还可以摆多少时间的长度的影像 要表示空间还蛮大 还可以摆19个角度的影像 你这边可用的时间 然后目前它会告诉你 整个影像剩多少 然后已经经过多少时间 然后这边已经 输出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选的是MT4 所以它其实还蛮快的 那这时候 你就让它去做输出 你影片长话就丢了 就去喝咖啡了 像我平常在做的时候 影片比较长我就让它去跑 跑完我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那一般跑完之后 它会告诉你 跑完了 我看它结束了 它告诉你完成了 完成 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到项路 或是回到编辑页面 那这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回到我们的 刚刚放的一个地方 在这里 我们刚刚选的是在 视讯这里 这里有一个CH5 MT4 你点点它看一下 那因为这个是投影机的关系 所以其实你放在高 它效果还是这样子 如果你Fill到你的电视去看 效果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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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的萤幕也不是很好 基本上我电脑的萤幕也不是很高 所以看起来其实 影响不大 那这是一个MP4的格子 那大家可以试着转转看 转转看 利用不大